欢迎大家收听《还与首期》 上一集提到 Cowstrike这间公司的远景更新 令到全球联络出现一个严重故障 故障在我们做节目期间仍然在修复 故障亦引起了一定的阴谋论 阴谋论亦牵涉到美国政治 我们再简单重复这个状况 为何到今天我们还要调查 在研究中 事源是这间公司在2015年 被美国一些官方机构委派 调查美国民主党在党代表大会里的机密 结论是当时俄罗斯的黑客 有入侵民主党的侍服器 英文说是伺服器 可能取得一些机密的资料 由此有人怀疑特朗普在2016年 美国总统选举时 脆得胜利 资料的胜利 是有俄罗斯背后的支持在 在美国的右派或资议共和党的 一些传媒当然是极度质疑的事 甚至特朗普自己都对这个说法 是非常介意的 所以在2019年他跟习林斯基谈电话时 他再次提及这个问题 他就说 据我们的情报显示 似乎你们的人 取得到当时民主党的侍服器中的重要资料 可否告诉我 究竟取得了什么 以及里面有什么资料呢 这个说法是否有无中生有呢 又不是完全无中生有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间公司的其中一个创办人 就是一个俄裔的美国人 一到这个牵涉到俄裔 在共和党里面 他们就怀疑是亲乎客栏 当然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掌握到这间公司的创办人的背景 但即使是这样 是否代表这间公司有这样的倾向呢 在档普的角度来说 他就会怀疑一件事 就是整件事是乌克兰方面策划 因为可能这位Carl Strait的创办人 他是亲乌克兰的 即使他是俄裔 他就做了这件事 去嫁祸给俄罗斯 令到人以为俄罗斯是在美国的2016年选举中 做了一手脚 继而令到特朗普是得胜的 特朗普是很坚持一件事 他取得胜利是因为他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 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有非常大的不同的看法 这个问题亦是非常之严重的 因为这个通话 是日后成为了民主党 他们在国会提出 这个弹劾特朗普的一个法律的基础 这个问题亦是大家也知道 这个后来是弹劾不成功 但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 他们始终有一个阴谋论 阴谋论未必是假的 所以大家不要听到阴谋论 就是说特朗普就捕风捉影 是他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的依据 但是现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俄裔的创办人 在Calfstrait里面 他有没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呢 我怀疑今天就没有了 因为可能今天拥有股权的人 是一些美国大的机构 但是这又引起另一种阴谋论 所以大家要听下去 俄裔在美国的电脑界 或者这些新的工艺里面 才想我们发挥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我相信这是由于他们的 数理基础是比较扎实 所以在东欧里面相当多的黑客 如果他们移民了美国之后 他们如果从正常的途径进入商界 或者实际上去参与很多这些 虚拟货币、通讯软件、防备软件 里面的一些商业运作 所以大家今天都会听到 很多这些类似俄罗斯名的名人 他们成为了美国企业重要的一员 他们的忠诚程度究竟是怎样呢 如果在共和党来说 或者在美国传统右派来说 他们有一定的怀疑 忠诚程度去到哪里 所以今次这个事件 Cowlstrike这个情况 大家就会重新将 他们在2015年 做的一件事 参与这个调查 拿出来说 但Cowlstrike这间公司 亦都很坚持一件事 就是他们的做法 是完全是政治中立的 他们不会介入 这个美国两党里面的党争 那个的情况里面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今次也有人去调查 就是Cowlstrike这间公司的背景是怎样 原来发现 他们其中一个大股东 就是一间非常著名的 所谓的对冲基金 亦都引起一个问题 一个疑问就是 在现在这个情况里面 特别是特朗普 他遇到遇到 跟着在我们做节目的 之前没多久 就是拜登宣布 他不会竞逐连任 而交由这个副手 何錦麗去代表民主党 由此种种 跟着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华尔街的大的基金 他们究竟是这个 骗在哪一边 如果骗一变 他们会否做一些行为 影响美国总统的选举 或者之前做了一些金融的混乱 去做这件事 这个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但是这间公司 Cowlstrike这间公司的背景 亦都值得这些传媒追查 另外一件事也非常重要 就是这次在软件 他们是出错的时候 对于所谓的虚拟货币 有没有造成一个影响呢 因为美国两党的代表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 即是竞选总统的代表 他们对虚拟货币的看法有点不同 特朗普就非常支持这个虚拟货币 特别是比特币 所以他也有参加了这些虚拟货币的一些会议 只要民主党方面 就稍微微一点 但是我们要记得 就是华尔街的一些投资者 或者一些退佣基金 他们事实上对虚拟货币 持有一定的戒心在 我们可否看今次事件 跟虚拟货币有没有均匀的关系 暂时我们未找到 但起码一件事 就是虚拟货币在今次事件中 他们是安然无恙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要所谓开抗的继续开抗 那些保安措施 即虚拟货币的保安措施 仍然是维持到的 当然这些是阴谋论 但第一件事就不是阴谋论 亦是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提及过 那个出现死机的情况 究竟这些大企业 甚至政府部门 有没有相应的后备方案 现在很明显是没有 如果今次事件真是一个恐怖袭击 而它能够突破防导软件 甚至有内部的人 它是特意做一个出错 去令到电脑集体出错的时候 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们可以怀疑一件事 就是今次不是这间公司 卡尔徽本身有问题 可能负责防毒软件那部份的人有问题 这些人需要进行法律刑事上的调查 现在我们未看到 但如果是一个常理来说 就应该在这个方向调查一下 不是假设有人有罪 而是我们去看看 就是防毒软件出现了什么漏洞 那么容易就是过了那么多关 可以路至全世界的电脑去单机吗 但是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 在其他的范畴里面 例如军事上 有没有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呢 举个例如这些军事系统里面 导弹的系统里面会出错了 接着不用按键的导弹会做出反应 或者我们反过来说 就是这些软件可能出错 根本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向警号 事实上在这个节目我们有提过这件事 1984年的时候 这个前苏联的当时的防卫系统 是出现过电脑错误的 是导致发出一个错误警号 但是这个错误警号不是说 那么简单就是 你知道之后 接着你就做了反应 也是吧 它会自动做出一些反应 自动去发射一些飞弹 我们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人类的前途是相当危险的 因为这些出错的时候 是可能随时引起世界大战 当时的事件是怎样呢 就是幸好 当时的一个苏联的软件工程师 他怀疑这个是不是软件出错 多于一个真正美国的导弹核弹射过来 所以他就用人手去解除了这个警报 就跟着就去调查这件事 大家都以为这个人就有功于 就是全世界的和平 但是在苏联那里不是的 这个人其实是犯了错误 应该就是当时就不要理他 结果就是他就因此而受到一个讯斥 但是跟着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他就得到这个 就是一个和平的奖学 和平奖 这件事是给人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是我们如果是太过依赖电脑的话 那我们当一台电脑出错的时候 那我们又没有一个修补的方法呢 大家看到用人手去做登机的手续 是多么麻烦 原来你是没有服务方案的 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当这个人工智能成熟到一个很高的程度 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完全依赖它 比如说 遲些我们可能有这个无人驾驶的的士 如果的士出错的时候 他撞车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挽救呢 有没有办法去防止呢 如果坐着车门给我们出去的时候 那接着我们会怎样呢 而事实上这些情况在香港发生过 真的试过在一个做了人工智能厕所的地方 有使用者进去之后出不回来 要打电话求救 那这些问题 就是政府有没有正视呢 其实整件事本身就是牵涉到一个人类的前途 就因为我们现在是太过依赖人工智能和电脑 导致我们是太过安逸 我们没有想过一旦电脑出错的时候 那我们接着我们有些什么情况可以补救 其中一个很严重的例子 这个影响到我们游场生活 就是电子支付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电子支付 在一个没有电的情况之下 导致大家完全不能够用钱 不能够去使用任何服务 在某些地方是出现过的 日本方面它也都知道这件事 他们就是说在这些情况下 他们的自动贩卖机就不用用自动支付 都可以出到这些饮料或食品 以防地震时有罪者情况 但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呢 还是盲目地坚持电子支付在所谓先进呢 其实最先进的设施 可能在特殊情况之下就变成最落后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现今是给电子支付 更加保障大家的人身的安全 但最重要的疑问就是 一旦这些如果人工智能控制了我们 或者电脑控制了我们的电力 或者其他重要的一些所谓公共设施的时候 那会不会他们的庭论会引起大量的这些混乱呢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大家要深思 也都入后有所谓的超限战 不是纯粹说大家两军对立 而是跟着我们会攻击一些很重要的设施 令到你瘫痪令到你去造成一个混乱 而导致你不能够抵抗外来的袭击 我相信美国就未必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其他地方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 很可能这个节目都不能够去回答到 但起码我们作为这个平民 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就是 所谓电子或者这些用电的这些器材 包括电脑互联网手机 它带给我们很大方便 但大家没有想过一天 如果这些手机电脑我们用不了的时候 我们还懂不懂得好像以前那样 可以自己可以继续生活呢 这个问题我们交给观众自己思考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一集再见 本期限定 这样 时间 年穿う